大家好,我是依依 马上过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弹出鲤鱼的做法 色泽金黄,外皮酥脆,酸甜可口,非常好吃 首先准备一条鲜鲜的鲤鱼 老板已经把鱼鳞和鱼肚处理好了 先把鱼清洗干净 用刀把鱼背上的粘液刮出干净 还有鱼肚也洗净 鱼清洗干净后 下来先在鱼头下面切一刀 找到鱼肉中间的内根筋 用手轻轻拍打鱼身 再轻轻地把鱼筋给抽出来 另一面用同样的方法把鱼筋抽出来 然后把鱼肉处理一下 在鱼头下两只处先竖刀切至鱼骨 不要切断 然后再顺着鱼头的方向贴着鱼骨将鱼肉片开 把鱼肉翻开再切两刀 这样方便鱼肉入味 然后每隔两只再继续切下一刀 重复刚才的动作 在鱼的正反两面都要这样切七刀左右 切好后提起鱼尾 鱼肉能全部外翻就可以 再把处理好的鱼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生姜切末 葱切小葱花 放入小盘中 另外把生姜用刀敲碎 葱切小段 切好后放入鱼盘里 倒入料酒去腥 加入三颗盐 然后把葱姜汁抓拌出来 用抓拌好的葱姜汁在鱼身上来回揉搓 再把一部分的葱姜塞入鱼肚里来回继续揉搓 揉搓好后放在一盘腌制10分钟左右 下来调整面糊 碗盆里加入4勺玉米淀粉 加入一个蛋黄 加入少量清水搅拌均匀 用手抓起来是一种顺滑的状态石 再倒入些食用油搅拌均匀 这样炸起来外皮会更加的酥脆 下来调入糖醋汁 碗中加入两大勺米醋 一勺拌白糖 半勺生抽 少量盐 搅拌均匀备用 现在鱼腌好了 把鱼身上的葱姜都调剪出来不要 然后提起鱼尾巴 在鱼身上拍点干面粉 再把刚才搅好的淀粉糊均匀的挂在鱼身上 面糊挂好后再让面糊流淌一会儿 这样挂的面糊薄厚才会均匀 下来锅里油温七成热时改中火 提起鱼头一尾 将鱼头朝下放入油锅中炸 用勺子把热油从鱼身上往下慢慢的浇 浇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防止热油伤到自己 鱼的正环两面都要浇到油 这样浇两分钟后把鱼身浇到定型的时候 再把鱼平放放入油锅里面炸 继续把勺子用热油往鱼身上浇 一面炸好后翻面炸另一面 最后把鱼表面炸至金黄的时候再控油捞出来 再次把油温升高放入炸好的鱼敷炸一遍 这样炸外皮才会更加的酥脆好吃 炸好后捞出控油 再拌放在盘子里面 下来锅里留少许油 锅热后放入葱姜末爆香 爆香后倒入调好的糖醋汁 用中小火多熬一会 两分钟后熬着的糖醋汁比较粘稠时 倒入水淀粉搅拌均匀 熬至到这种粘稠度时 加入刚才炸鱼的热油爆开 下来把熬好的糖醋汁 用勺子均匀的浇在炸好的鱼上 最后撒上葱花点缀就可以开吃了 好了糖醋鲤鱼就做好了 这样做色泽金黄外皮焦香酥脆 酸甜可口特别的鲜美好吃 连里面的小吃都可以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也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